大家好,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政坛的一次震撼事件 两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中共开除党籍与军籍的惊天动地之举 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在同一天将前后两任国防部长逐出党籍 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一举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权力博弈与反腐决心? 习近平如何通过这次行动巩固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两位高官的违规行为如何对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了极大损害? 这些问题都将在我们的节目中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进行详细报道前,我们先来看一则突发消息 人民币跌破7.3,创7个月新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下跌 6月26日至27日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续跌破7.3元对1美元大关 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低记录 中国经济疲软导致资金加速外流的情况下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软 26日亚洲交易时段 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盘中跌至7.267,为年内新低 北美交易时段,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3关口,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 最新数据显示27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22点报7.1270,为连续第7天调低 截至27日凌晨收盘,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累计涨幅已达到2.44% 意味着兑换10万美元,要比年初多花1.7万多元人民币 路透社分析在在中国投资人对经济复苏及资本市场后市预期欠佳的情况下 近来纷纷将资金转往收益率较高的市场 造成中国大量资本外流进入香港等地 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大增 报道提到特别是中国官方推出一连串刺激房地产行业复苏的措施 不如外界预期后,投资人几乎已经耗尽了对官方有利政策的期待与耐心 有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 与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新动态密不可分 如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升级 推动国际资本更加青睐美债作为避风港等 这些因素都推动美元的走强 专家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人民币汇率还会持续下跌 今年3月,旅美中国资深媒体人蔡胜坤表示 人民币汇率现在完全是靠政府的强力外汇管制 如果它放开资本管制 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的话 资本可以随便跑的话 人民币的汇率是看不到前景的 好,下面继续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两位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 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除党籍和军籍 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这个消息的传出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首先介绍一下这篇新闻的来源 美国之音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广播机构 致力于向全球传播新闻和信息 特别关注那些言论受限的地区 因其背景和立场 美国之音的报道常常带有一定的倾向性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尤其是关于中国内部动态的报道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2023年6月27日 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 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开除党籍和军籍 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新华社报道 李尚福被指控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违规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收贿罪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送给他人钱款 涉嫌行贿罪 魏凤和则被指控对抗组织审查 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收受礼品礼金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收受巨额钱款 涉嫌受贿 调查机构认为 两人都辜负了中央信任冲托 给党的事业 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了极大损害 中共不仅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还撤销了他们的上将军衔 李尚福在2022年3月 被任命为中国国防部长 但在当年8月 即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两个月后神秘离职 当局未对此作出解释 路透社指出 这次开除李尚福党籍和军籍 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证实 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 并向公众说明他的犯罪性质 魏凤和是李尚福的前任 2018年3月担任国防部长 共任职5年 2023年3月 因正常的政府机构人士 便更被替换 但此后 魏凤和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房间有关他卷入 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的说法 持续不断 魏凤和在2015年至2017年 担任首届火箭军司令 去年年底 中国人大罢免了一级 批军队的人大代表 其中火箭军高级将领之多 令人震惊 这次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处理 将在即将召开的 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上 加以确认 同时取消他们的中央委员资格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总书记之前 没有多少军中历练 因此他上台后以反腐为名 对军队高层展开严厉清洗 这也为习近平任用亲信 进入军队高层提供了机会 去年火箭军的清洗 也是习近平强化对军队控制的重要行动 近日习近平连续召开会议 再次强调 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并持续深化政治整讯 6月17日至19日 中共中央军委会在延安 举行政治工作会议 习近平亲自前往 并发表讲话 重申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 丹江大学国际与战略事务研究所 助理教授林颖佑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 魏凤和与李尚福 都是习近平上台后 提拔起来的国防部长 他们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 说明贪腐是整个解放军体制性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氏则认为 中共在三中全会前 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问题 做出处理 主要是因为他们涉及贪腐 从公布的讯息看 这一点是确定的 对两人进行双开 可以回答人们一直存在的疑问 也起到警示作用 让有类似问题的人 不要心存侥幸 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角度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一事件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 中共领导层对军队的控制 一直是其统治的核心 自毛泽东时代起 军队就被视为党的刀把子 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习近平上台后 通过一系列的反腐行动和人事调整 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这样的操作不仅是为了清除一击 更是为了确保在内外挑战加剧的背景下 军队绝对忠诚于党中央和习近平个人 其次从政治角度来看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倒台 反映了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 虽然不排除他们确实存在贪腐行为 但在中共高层 贪腐问题几乎是普遍存在的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处理两人 可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腐败问题 而是出于政治权衡的需要 通过严厉惩处高层将领 习近平可以进一步削弱潜在性的反对势力 巩固自身地位 从经济角度看 军队高层腐败问题 对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 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 中国投入巨资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 但高层腐败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清除腐败将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和现代化水平 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 从国际角度看 这次事件也释放出中国反腐的坚定信号 国际社会对中国军队腐败问题一直有所关注 尤其是美国及其盟友 通过严厉打击军队高层腐败 中共希望向外界展示其治理能力和决心 这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影响力 从社会角度看军队高层腐败问题严重 损害了党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威信 中国政府一直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 通过此次处理李尚福和威凤和 意在向公众展示政府反腐的坚定决心 以恢复和提升政府和军队的公信力 最后从军事角度看军队高层的腐败问题 不仅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还可能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通过清除腐败分子 习近平可以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 确保军队在面对台海问题 南海争端等敏感问题时 能听从中央的指挥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总的来说 李尚福和威凤和的倒台 是习近平强化对军队控制的重要一步 也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缩影 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 中共内部的权力结构调整 也涉及到中国的国防建设 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 通过严厉打击军队高层腐败 习近平不仅希望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 还希望向外界展示中国的治理能力和决心 在未来 中共可能会继续通过类似的方式 清除党内和军队内的腐败分子 以确保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国家的长期稳定 在这个喧嚣的时刻 中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大戏 两名重量级将军 李尚福和魏凤和 因涉嫌贿赂和腐败行为 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一消息不仅让人们大跌眼镜 也揭示了中共军队内部潜藏的混乱 与不安 让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 深度揭示这场权力游戏的背后故事 消息一出 坊间议论纷纷 有如洪水猛兽般 吞噬了社交媒体的版面 你能想象吗 曾经的国防部长 如今却成了贪腐的代名词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可真是没有手软 直接开除了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党籍 取消他们的所有头衔 甚至将他们移送司法处理 简直像一部现代版的针返船 只是这次的主角换成了身穿 军装手握冲权的将军们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两名前国防部长的指控 可谓是五花八门 从滥用职权到收受贿赂 从贿赂他人再到试图阻挠调查 种种罪行让人不禁怀疑 他们是否早已把军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 对于习近平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背叛 两人均被剥夺军衔并开除出党 案件被移交给军事检察官付 这几乎是宣判了他们的命运 未来的日子里 恐怕他们只能在牢房里度过了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腐败行为 不仅仅是在办公室里喝喝茶 收收红包这么简单 李先生可是个全能的工程师 曾在火箭 武器开发 以及中国载人航天计划中 攒露头角 作为战略支援部队的第一副司令员 他的名声可谓响彻天际 然而这位曾经的火箭人 如今却成了贪污犯 据称 李尚福滥用职权 为自己和他人谋取巨额利益 还贿赂他人试图阻挠调查 试图阻挠空之旅 只不过这次他飞得太高 摔得也格外惨 魏凤和则是火箭军的首任司令员 掌管着中国大部分核武器 以及数千枚常规导弹 可以说魏将军的核弹生涯 如同一部好莱坞大片 充满了惊险与刺激 然而 这部大片的结局却出人意料 魏将军因涉嫌受贿 严重违纪违法 而被彻底打倒 两位将军的落马 仿佛揭开了中国军队腐败的冰山一角 令人不禁感叹 华丽的军装下 竟隐藏着如此丑陋的真相 习近平在延安的那场全军政治会议上 可谓是字字珠针意在铲除军队中的不忠与不当行为 延安这个曾经的革命圣地 如今再次成为了整肃军队的起点 2014年 习近平就已开始着手铲除军队中的腐败现象 彼时的他还在学习毛泽东的政治工作精神 如今面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堕落 习近平显然更负 加坚定了清洗军队的决心 中共的官方声明称 两位将军的腐败行为 极大的损害了军队的建设 和高级领导干部的形象 影响极为恶劣 危害特别巨大 这一系列的指控 无疑使得中共高层对军队的掌控力受到了质疑 台湾军事专家杨念祖表示 习近平挑选和提拔合适指挥官的能力 在解放军内部或许已经受到了广泛质疑 这个挑人游戏 戏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落马 引发了关于军队内部权力斗争的广泛猜测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 中共此举或许不仅仅是反贪腐 更可能是政治整肃 毕竟这两位都是在习近平任内提拔的部长 贪腐行为不仅会打击士气 还会让习近平的威信受到质疑 这一连串的事件甚至让人怀疑中共政权的稳定性 综合媒体的报道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确认三中全会会期的同时 抛出了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处理决定 这一动作显然是为了展示中共对腐败的凌容忍态度 同时也是为了在三中全会上对内压制不同意见 此举无疑是杀鸡儆猴 以警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然而这样的整肃行动是否会引发更多的不满于反抗 尚未可知 习近平在整肃军队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 究竟还有谁可以真正信任 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前外交部长秦刚的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之际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贪腐丑闻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一连串的事件似乎预示着中共高层的不稳定与内斗的加剧 时事评论员中原表示 三中全会前对李尚福和魏凤和的处理 等于正式揭开了中共军队的内乱之幕 无论如何 这对中共军队和政局的震动都是显而易见的 习近平在未来的日子里 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地处理军队内部的事物 以防止更多的意外发生 毕竟军队是习近平政治权力的支柱 也是他实现全球强郭愿景的关键 在全球范围内 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备受关注 然而内部的腐败与不稳定 无疑为这一进程增添了巨大的阻力 国际智库普遍认为 中共军队的发展与西方先进军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未来习近平希望通过军队来展示国家的现代化 这一目标恐怕难以如愿以偿 总的来说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落马 不仅揭示了中共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 也凸显了习近平在整肃军队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中共军队是否能彻底铲除腐败 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仍需拭目以待 而在这场权力游戏中 谁能笑到最后 恐怕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简而言之 这场大戏未完待续 让我们拭目以待后续的发展 毕竟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而在这场军队整肃的大戏中 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 谁又将成为新的替罪羊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分析评论 此次魏凤和和李尚福 被开除党籍和军籍 并移送军事检查机关 标志着中国军队内部的一次重要整顿 这两位前国防部长的同时落马 不仅在中共建政史上首次发声 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得到审议通过 显示出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欲望 和果断措施 习近平一直以来都强调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而此次清洗 无疑是他巩固权力的重要一环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李尚福和魏凤和的罪名相似 主要涉及违反纪律 贪腐及对抗组织审查等行为 李尚福被指控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等 而魏凤和则被指控对抗组织审查 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 收受礼品礼金等 这些指控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前途 也给中国军队的建设和国家安全 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中共在开除两人党籍和军籍的同时 也撤销了他们的上将军衔 显示出处理问题的严厉性和彻底性 习近平在军中并没有太多历练 也因此没有过硬的人脉和威望 他通过一系列反腐行动 逐步清洗军队高层 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 从徐才厚、郭伯雄到张扬、房峰辉 再到如今的魏凤河和李尚福 习近平通过对这些高官的处理 逐步集中军权于自己手中 这不仅是为了建立个人崇拜 更是为了确保军队的绝对中 撤河内部稳定 魏凤河和李尚福的落马 也揭示了中国军队内部腐败的严重性 淡江大学国际与战略事务研究所 助理教授林颖又认为 这表明贪腐是整个解放军体制性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 沈明氏则认为 这不仅是为了回应公众对两人问题的疑惑 更是为了震慑其他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的官员 通过对这两人的处理 习近平希望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任何腐败和对抗行为都将被严肃追究 无论地位多高 美国之音和纽约时报的报道均指出 魏凤和和李尚福的罪行 可能会导致他们受到重刑甚至死刑 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惩罚 也是对整个军队系统的警示 习近平强调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决心 也表明他对军队内部任何不忠诚行为的 零容忍态度 综合来看 魏凤和和李尚福的落马不仅是一次反腐行动 更是习近平强化对军队控制的重要步骤 这次清洗行动不仅在短期内震慑了军中 其他可能存在腐败和不忠行为的高层官员 也在长期内为习近平巩固军权 确保军队对党的绝对忠诚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也暴露出 中共军队内部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腐败和不忠现象可能并不会因此完全消除 总的来说 习近平通过一系列的清洗行动 逐步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 但这一过程也揭示了军队内部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未来中共军队能否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和忠诚 仍需拭目以待 此次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共的内部政治生态 也对外界传递出了中国军队面临的复杂局面和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热点背景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